我要一隻小毛鯉 我從來也不騎 有一點我心想要來燒雞車去乾淨 小豬,為什麼我們要餐毛鯉的 因為小毛鯉跟大餐廳 有很深的淵源 什麼,我以為你介紹 我很喜歡娃娃 才帶我來這裡的 才不是 現在要請專家來幫我們解釋 小豬娘今天要介紹的 這家西式餐廳 老闆致力於手工料理 盡可能採用自家農場栽培的 有機食材 將料理本質中的美味 變成一道道精緻的料理哦 那我想要問Louis說 小毛鯉跟餐廳 代表什麼象徵性 那小毛鯉 其實我們的英文名字叫Lidio Lidio在法文的意思是叫愚蠢 叫天真無邪的感覺 所以說我們希望 把這樣的感覺帶給客人 他們可以來這邊用餐的時候 是一種 保持著天真無邪的感覺 不要有那麼的壓力 對 本來這邊就是享用紅紅色 好 那我現在瀑布直接想要吃了 那我想從這一道東港赤嘴閣 這邊開始吃 赤嘴閣 對 這個是產於東港大鵬灣蟹骨 你自己本土的 所以說這個會比較少 但是它的味道 又是非常鮮甜 而且不會非常地不爛 對 又有彈性 你可以看到它的唇旁邊 是一個提攝的感覺 對 難怪它赤嘴閣 對 它吃起來也很肥 很鮮美 它其實它不會太多的縮水 做起來是非常飽滿的感覺 因為味道很夠 所以說我們會大量去用到很多 就是台灣本土的食材 像這臘腸的話叫做西班牙臘腸 西班牙臘腸 但是它不是從西班牙來的 這是我們這裡自己手工製作的 對 我們用台灣本土的豬肉 用一些新鮮的香料 用一些紅椒粉 我們自己去做的這個西班牙臘腸 這應該是羅勒嗎對不對 對 這羅勒醬 這個羅勒醬比較特別是 我們師傅用儲鍋 一頁一頁的去把它打成泥 真的喔 所以它的風味會完全的釋放出來 所以說會特別強烈 它味道恐龍好重 而且它麵包很脆很酥 咬起來超好吃 愛吃西餐的培姐 今天真的是有口福囉 這道蛋堡是我們用帝王蟹肉 去做成的蟹肉餅 對 你也太奢侈了 救命 你看 它的那個蛋黃 怎麼流出來 天啊 它這蛋黃就是要煮到 它正好要流出來的感覺 又不能太深 蛋白的部分 它完全地全熟 蟹肉餅味道鮮美 搭配水波蛋 也就是半熟的水煮蛋 以及荷蘭醬 吃起來不會有一般漢堡的油膩感 我覺得這好特別喔 這個 對 那 它是什麼 這個的話是一種 起司焗通心粉 通心 對 那我們是用這種 大的水管麵 把它做成像蜂巢的樣子 對 讓起司醬 充分地吸收在每一個孔洞裡面 所以你會吃起來 更濃郁的起司的味道 它的起司味 整個會這樣包覆住 而且它是有 單旁邊的那個奶醬啊 就覺得很好吃 好像又變另外一道菜 變義大利麵在旁邊的感覺 對 好好吃喔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重頭戲 頂蓋肉牛排 也就是俗稱的老饕牛排 好香喔 它旁邊烤到酥酥的地方 會帶有一點炭的香味嗎 還是 對 炭的香氣 那是因為我們進了一台 這個西班牙的一台 手工的烤盤 對 它這個烤盤 它兼具煎 烤跟煙燻在體育的時間 同時 對 它的溫度都控制在300多度 是來多度之間 所以說這肉類是沒有任何一滴血水 會往外溫溼 它往裡面 用熱膚色往裡面迅速地吹熟 最後 我們在這個牛排在烹烤的過程中 我們會再丟了鍋本 威士忌的香木桶的木屑 再去做熏香的動作 所以說它不會單單只有碳的香氣 而且它會有一個更融合一點 可以說是威士忌的香氣 而且看起來 馬鈴會不會油花不夠 結果吃起來完全不會 非常的嫩 而且旁邊這個馬鈴薯 感覺也超厲害的 馬鈴薯因為跟牛排一樣 都是用烤箱烤的 所以甜味完全沉澱在馬鈴薯裡 搭配奶油醬更加滑潤爽口 兩位小竹娘能在這樣的環境 吃到這樣的料理 真的是太幸福了啦 太 años了 太了